很多人問我說 可不可以拍一個打包的影片 所以呢 今天就來打包 這一次的行程呢 是會有背帳篷 小秋沒要去 所以我們兩個人共用的裝備 譬如說 鍋 鍋具 跟帳篷 濾水器這種 就是全部都會變成是我自己背 首先呢 這個是我現在正在使用的 我會先把旁邊的束帶全部都先剪開 然後因為它上面很長 我會先把它捲下來 好 就是先把它捲下來變成這樣 這樣我比較方便看到裡面的東西 我會用一個防水的塑膠袋 那我會把我到營地才會使用的東西放在最下層 譬如說睡袋 那睡袋呢 我已經很久都沒有使用過它的收納袋 因為我覺得很麻煩 如果 對 我覺得這樣比較方便 而且把它塞在下面 它也可以剛好就是塞滿整個背包的底部 另外一個會跟睡袋塞在一起的就是我的妝層 塞好之後呢 就把這一層的塑膠袋散進去 接下來呢 睡墊呢 我不會特別收袋收納袋 然後 我就是隨便把它折一下 大概像這樣子就可以了 我大概只會折這樣子 然後 我會把它放在靠近背的這邊 因為我把背架拿掉了 所以 如果剛好貼背的地方有放比較硬的東西 就會覺得有東西頂在背上面不舒服 大概像這樣子 我會再拿另外一個塑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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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袋子裡面呢 就會放 銀衣帽 銀衣帽 我的 備用銀衣帽 我的 備用銀衣帽 然後 跟一雙備用的襪子 我的頭燈 跟充電線 頭燈的話 基本上我會看行程的安排 如果 有可能會走到很晚的話 我會把折燈放在側邊的袋子裡面放進我的家 那 如果 我確定可以在天黑之前抵達營地的行程的話 那我就會把它收在收納袋裡面 然後 行程訂一舊包 跟 一些藥物 牙刷 我已經折好了 一些衛生紙跟獅子巾 挑小的快乾毛巾 然後 這個是我的鍋具 爐頭 打火機 然後 我的餐具跟瓦斯 這個你會一起放進去 然後 這個是我的摺疊杯 它雖然沒有很輕 可是我覺得它 的容量 對我來說剛剛好 然後又可以收得很小 啊啊 那它這一層就結束了 結束之後呢 我一樣會把它 塞好 接下來呢 我就會放我的食物袋 發呆 那食物袋我會靠放 因為比較重 所以我會放 比較靠近背 那食物袋的前側呢 我就會放帳篷 因為帳篷比較輕 這樣子的話 我裡面就已經 打刀完成了 那這一次是帶來 五天的食物 那剩下的呢 我習慣把我的 這個是雲霧 然後跟雨衣 都放在外面 因為夏天容易 五厚雷陣雨 那放在外面 我比較方便拿去 接下來 這是我的水瓶 兩個 一公升的Smart Water 一片一個 然後我習慣用 就是 有 這種 吸水的 寶特瓶 因為放在前面 拿起來會比較方便 這個是700 放在前面 然後 兩公升的水袋 然後 濾水器 然後另外一邊呢 習慣會帶一支 輕量的遮疊傘 然後 我的貓層 最後 我的 泰瑞克地步 好 好 這樣子 就完成了 呃 我上次有 列了一個 我所有使用的 裝備 清單 那上面有 包含 品牌 跟 型號 然後還有它的重量 然後有一些 有辦法連結到的 我就有放到連結 那我不會放在下面 媽媽 You make it hard to say goodbye I die a little every time